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就是Opizio Studio 那老師您的畫面我就先暫時不切換好了 您先看上面好了 這樣的話就是老師如果你還要下載的 比較方便操作 那首先這個Open Studio 這個呢我有寫一篇 特別有寫一篇部落個文章來介紹它 來介紹它 就是它本身呢是一個就是 Open Source的軟體 那當然就是免費的 還有一個很棒的就是它是跨平台 所以如果說您本身有 比如說可能是Mac的 或Linux的 不過大部分我想 還是Windows跟Mac比較有機會 用Linux來做這一塊的應該是相對比較少 相對比較少 但是都沒有關係 反正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這是第一個 再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大學端 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 有沒有特別去留意過這個Mox 摩克斯 國中小應該是沒有特別推 但是大學端的話現在是 每個學校都在推 為什麼 少子化啊 老師已經身經百戰 你已經知道少子化之後會變什麼狀況 但是大學是從 應該算從去年開始 就這一次入學的才開始感受到什麼 少子化的那個影響 那大學端為什麼要做這個 第一個當然國外已經 就是比我們早兩三年 甚至對岸比我們更快 比我們更快 所以你不加快腳步 很多學校知名度不夠 人家就不會來讀你學校 那第二個呢 當然其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這些摩克斯的課程 如果老師您去找找看摩克斯 MOS 在台灣主要的大概就像所謂的浴網 或是Shield course 還有一個是那個哪一個 主要是這兩個 浴網 您就可以在線上直接去選修很多的課程 比如說我們在這個 這個浴網 EWANT 您可以用這個關鍵字找找看 線上的課程非常多 那請問 摩克斯的課程是免費的還是付費的 現在其實嚴格來講 兩個都有 在台灣的話當然一開始是免費的最多 免費最多 但是呢 從大概一去年開始 已經開始有課程怎麼樣 慢慢的用付費的方式出現 因為畢竟這些還是要成本 對不對 好那所以呢 像您可以看到一進來這邊 有針對現在有高中端的也有摩克斯 公務人員也有摩克斯 也有摩克斯 對岸 這個部分對岸稱作木課 現木的課 課程的課 反正都是直譯 只是我們用的名稱不一樣而已 那您可以看到有一些通識的 那也有別的 有很多 像他也有推正照班的 也有正照班 就是有大學先修的 就是這種高中的 那你往下走 他們現在這些部分啊 有些比較知名 就是熱門的課程 他可能會有什麼 會重複開 比如說夏季班 秋季班 冬季班 那就看那個老師的時間 所以現在選秋課程 不是那個只有四五十個人的問題的 可能熱門課程也許會四五百人 甚至上千人以上都有 上千人以上都有 所以其實這個對於老師來講 也是一個蠻大的負擔 所以你放心好 上面的測驗 大部分都是選擇題 哈哈哈哈 欸 選秋模特是要交作業的 或者是測驗的 但是 我有講過一個主題 就是別讓你的學習不開心 上課老師會點名不開心 上課要交作業不開心 上課要測驗不開心 所以你可以選了就不去 但是這樣就沒有過關 所以蠻好玩的 反正這個部分您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那很多呢 它會讓你比較想要選修 所以名稱不會害過僵化 僵化 比如說您看這裡 這邊 你看我們這裡有 物理一 這個就是比較僵硬一點對不對 因為這可能是給高中生選修的 好 那您看這邊 人文飄香 有點像我們以前叫什麼 通識課程 對不對 通識課程 比如說中藥產的生活 像這樣子 您再看可能就 會好一點點 那你這裡還有什麼 常見 慢性病的健康管理 這裡還好 甚至有時候 你還會看到什麼 對岸的喔 台灣也有人 老師跑到對岸去開課 相對的 對岸也有老師 跑來我們台灣開課 可是你可以從這邊就看到很多不一樣的 而且 現在 另外一個趨勢是 摩克斯的趨勢就是什麼 有可能以後大學就是不分科系 你先怎麼樣 大家都一起選修嘛 你選你喜歡的 等到 一兩年之後 你覺得 我對哪些有興趣 我再來選定科系 我去做更進一步的原型 這樣是不是 比較不會進去之後就後悔了 因為有些人只是要進那個學校而已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參考一下摩克斯的齁 那 現在呢我們回過頭來 既然剛剛特別介紹到這邊就是因為 摩克斯 他有錄影的需求 因為這些都是在線上學習 那當然其實我們現實的課程裡面 比如說老師在舉辦活動 或者像我最近 今年開始我就看到有些學校畢業典禮 還是學校活動 用直播 因為現在直播是不是越來越多人只用 對齁 走到哪 不能說走到哪 就是你在網路上 有時候就不小心看到有人直播 直播中ING 不管是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 這是我們國內主要兩大會用到的 另外一個 是哪一個知道嗎 玩遊戲 現在有一個職業叫什麼 線上主播啊 對吧齁 所以他們玩遊戲也很多會用這個 因為畢竟個人的沒有那麼多錢的設備 對不對 所以他就只好怎麼樣 去選擇用比較簡單 用軟體能夠做到的 那我就用軟體做到 不是就OK了嗎 所以這個是我們用OBS比較特殊的 OBS可以直播也可以做錄影用 那你說跟Facebook YouTube直播有什麼不一樣 有 最大的差別在於說 你今天如果是用Facebook YouTube 那叫做 一鏡到底 對不對 第二個 完全不加修飾 第三個 晃得好厲害 因為很多人都會用手機 我們現在在那個現場直播 連發生車禍還是什麼 就是有人會馬上就直播起來 馬上當記者 哈哈 現在是覺得有點可怕 覺得什麼都要直播齁 就覺得 哈哈 實在是有點沒有那個必要 但是差別在那裡就是我們剛剛 Open Studio 這個OBS Studio 它比較像是我們講的 虛擬攝影棚 有點像說您是導播 您可以在上面 比如說你看我們在看這個新聞畫面 我們上面會有那個電視台LOGO 會有記者的聲音 或者是他的聲音 對不對 去播報 而不是只有單純現場的聲音 你了解我意思嗎 有經過修飾的 這樣子出去效果會比較好 雖然我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會跟各位介紹這個是這樣的原因 這樣您大概有點概念了嗎 所以待會各位老師都是導播喔 你隨時要切哪個角度 自己設計好了就可以決定了 那我們今天呢有用到一個3D軟體 你一定說瘋了 怎麼要用3D軟體 只用3D 因為你也可以自己建置什麼 自己的場景 你看我在這個裡面 我找一下 在這裡 我剛剛有把它下載下來 好 素材 這幾天我無聊的時候 風走 自己用一個場景啊 等一下我們就走進去就好了 還是你覺得一定要走到電視台才行 等一下我們就人就進去啦 所以您如果找那個虛擬攝影棚 有廠商專門在幫電視台 他們做這個啊 做這個東西啊 因為他需要蠻 欸老師都有在看電視啊對不對 看電視 不管你看氣象報告 那個現場絕對不是這樣子 因為這樣會抓狂 因為裝潢打掉 重新裝潢很貴 所以用虛擬的就好 導播說換 後面就直接就換 這樣是比較快 所以你也可以用3D 又可以自己做啦 嘿 那這個檔案我都給老師 重點不在於那個檔案 而是說你知道大概怎麼操作 這比較重要 這樣OK嗎 所以我們今天會像這樣 那當然OBS本身 並沒有提供剪接的功能 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我今天 需要老師先下載這幾個 第一個我們的錄影直播軟體 對不對 第二個剛剛講的3D 第三個 有一個EDI printer 那最近呢 因為它終於把 重體中文或我們講的 繁體中文的語系 終於加回來了 就是早期的話 之前其實也有啦 3點多版的時候也有 可是後來它就大概 沒有人買 所以就沒有中文的那個 就是語系只剩對岸的 那最近它一更新6.11之後 又回來了 所以我就把它帶回來 我把它帶回來 因為呢這個軟體我們要拿來做剪接用 欸 老師 微軟裡面哪一個軟體你最熟 握的以外 你看 ECL最醜 哇 老師好厲害 國小端用ECL的相對比較少 大部分 最多的 可能就是PowerPoint對不對 所以這套軟體 不好意思 跟PowerPoint一樣 用PowerPoint的方式來剪接影片 老師覺得有沒有信心 應該會有一點信心吧 這一套軟體應該是目前就是 在剪接軟體裡面 學習曲線算最最短的 而且效果還滿不錯 我不敢說它像威力導演 會聲會員那種 就是有很豐富的所謂的影片剪接的特效 但它基本的功能是OK的 而且你用PowerPoint製作剪輯 調整順序啊 播放順序 這些大家是不是都是既有的 你就學起來會相對比較快 OK 好 那我大致上先介紹到這邊 那請問老師您剛剛在下載軟體的部分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謝謝